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一集的Aster 養心分享 這個星期一我們就說 怎樣去創造我們的最佳伴侶 原來我漏了兩個點 現在補回家 第一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想創造一段很好的婚姻 或者是一個很好的伴侶 無論你是一個女性 你想求一個丈夫 或者是一個男士想求一個好妻子 如果我想對方有這個條件這個條件 有高婦稅有這樣那樣的話 其實我們自己有否疲累呢 那時候很久以前我教過這個向妖宅下訂單 這個作者曾經下訂單要求一個完美的伴侶 最初由九個條件變成十五個條件 十五個條件之後變成二十五個條件 例如他本來是一個德國人 他要這個男人不喝啤酒 不吃煙 當然高大威猛 英俊 經濟是獨立 或者經濟很豐盛 然後還要不吃肉 總之有二一條件 到了這個男人出現的時候 果然二十一條件有了之後 那你想像這個世界很公平的 如果現在這個男士 他本身是這麼好的條件的話 他怎麼會不對你有要求呢 可能是你真的 我就試過和一些完美主義者拍拖 真的要命的 就算你減到我比現在瘦了四十五磅 他都說 都不錯 想你減多十五磅 其實我已經減到極限的了 減不到的了 再減都是這樣的 我試過好像有三個男朋友都是很高要求 因為你知道我年輕人都很漂亮的 但他們是會 總之很高要求 《聖經》的針言 三十一章十節 到三十一 就是三十一節 我不是想說《聖經》 但是當年 我們經常都說 如果你想求一個好夫妻的話 你這個祈禱 或者你去求宇宙 或者你跟宇宙去講數 你要這樣就是 你也要成為一個好的妻子 你才可以匹配一個好的老公 是不是 比如說你又不煮飯 又不肯煮飯 又不肯生兒子 又不懂得打理家務 又不想上班 只懂得花錢 這個不是一個好的老婆 又不喜歡照顧老人家 對老人家好沒有耐性 家屋戀七八糟 其實這不是一個好的伴侶 當年我看了 《賢德的婦人》 就是怎樣做一個好老婆 看完之後 我就發覺 算了吧 這麼高的要求 當然 《向耀疾下訂單》 這個作者 後來就怎樣呢 就是將她的二十五條條件 變成了一條就是什麼呢 她就說 親愛的宇宙 我現在下訂單 請你給一個 跟當下我匹配的伴侶 後來她結婚 也是生了一對孫子 所以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話 祈禱可能是這樣的 就是《阿神》 求你將我變成一個好的妻子 如果我未曾是的話 請你給我這些品格 給我這些優點 使我成為你眼中的一個好的妻子 那你才可以配一個好的丈夫 還有什麼方法呢 就是這個五感觀賞法 例如假設我很想有一個伴侶 那我就觀賞 所謂五感觀賞法 就是你觀賞到你可以見到那個人 例如是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會很想 我會喜歡廢牆那一款 當然 不是《風神榜》裡面的那麼健康 我是說現實版裡面 63歲的廢牆 我覺得 維持到她這樣 已經很棒了 最重要是她健康 她的聲音是怎樣的呢 你聽到什麼呢 如果我真的創造到一個 跟廢牆那樣的人去拍拖 一個這樣的樣子 會怎樣呢 就是她的聲音是怎樣的呢 你們會說什麼呢 譬如說 味道的舌頭會怎樣呢 當然你會吵架 這個非常浪漫 那你也可能會拍拖去吃飯 對我來說 我們這年紀的話 你還會想到多少情慾的東西 那都是生活上的東西 有人陪我吃飯 有人周末跟我去這裡吃東西 去那裡吃東西 去看看風景 去繞一下風 我已經覺得是人生很完美的事 如果可以偶爾去看表演 看歌劇 看畫劇 更加完美無瑕 這個人生 可能我會見到就是 我們裝修一間屋 然後我們一起欣賞日落 你知道我們四號仔 人家覺得很浪漫的東西 其實我們覺得很必然 跟小B小母玩 去沙灘 去上山頂 吹風 你的身口意 可能身體上就是 他會捏住我的肩膀 我曾經在街上看到這樣的一幕 就是有個男人 跟女人一起等巴士 很明顯是兩夫婦 然後那個男人 把女人的外套拿下了 然後他有一件衣服 當然 有一件吊帶衣服 然後那個男人在肩膀上 射了一口 我覺得那個場景很浪漫 更浪漫過任何性愛的場面 我覺得如果我老公這樣對我就好 這樣 可能會是這樣的場面 看到 聽到 聞到會是什麼 可能是他身上的古龍水味 我對於古龍水 是有特別的癖好 是某幾種 你不可以噴我真的那股味 我都喜歡男人噴香水 但是你的香水一定要適合我 因為味道這件事不能亂來 喝到 吃到 那就齊了 觀賞是越真實的話就越好 比如說 我不會觀賞我們兩個一起上課 I have enough I'm done I'm so done 如果我有男朋友的話 去上課 No thanks and no thanks 我上了30年了 我如果90歲死的話 我還有30年的話 我不會拿來上課 我會拿來去游山換水 吃東西 去什麼都好 去旅行 駕車兜風 煮飯吃也好 接著下一個問題就是 你願意付出的代價是什麼 那你說這麼慘 要創造一段親密關係 又要付出什麼代價 這個有很多的層面 OK 很多年前 我就去了馬來西亞上了一個課 叫做 Enlightened Warrior Camp Enlightened Warrior Camp 這個是我人生上了30年課之後 我覺得是最刺激 最挑戰 最強勁 最強勁的 工作室之一 而當年 在上課 Anthony Robbins的 這個 Life Mastery 就是反過來 是全宇宙我上課 最豪華 最天堂版 最漂亮 最舒服的一個工作室 這兩個工作室 簡直就是天與地 Anyway 然後在這個 Enlightened Warrior Camp 這個工作室裡面 其中有一晚就是這樣的 它建了一個火 火是燒烤的火 但是是幾層樓這麼高 很高的 我們就用一張紙寫下 我們願意跟宇宙去交換的條件是什麼 比如說 你可能以為是 是不是改了臭脾氣 不是 不是那方面 比如說 如果我想去創造一段親密關係 一段真是有意義的關係 真是可以天長地久 我們一起白頭到老 陪到大家一起走最後的日子的話 我會願意放下是什麼 我對人的不信任 我對於愛情 對於男人的不信任 我的喜歡獨處 我的獨家村的身份證 經常喜歡一個人這樣一個人那樣 還有什麼就是 以往這麼多段關係的苦 的悲悲記憶 那些不好的記憶 我會願意放出來 給出去 表達去交換幸福 還有什麼放出的就是 沒有了 只有這三樣 原來想想多一點都沒有 這三樣就是我願意付出的 還有什麼可能就是 事業心 今時今日我可以的 如果我遇到我另一半的話 然後Honey說 Essa不要做了 不要做會寺社了 不要做會心了 連這個相聚都不要做了 我會OK的 對不起我走了 做了千二集 我交貨了 我要去拍拖 我OK的 如果她說不如這樣 我們以後環遊世界 我們環遊世界一周 然後再看看做什麼 我OK的 可能之後我就會 做Youtube 因為我想Youtube 是我最喜歡做的事情 所以我喜歡的 還有這個 事業心理教育 我喜歡 但事業心理教育 如果比如Honey說 不要做的話 我都可以的 是啊 那你呢 你願意付出什麼代價呢 所以我去換取 你想要的親密關係 或者你想要的財富呢 會不會包括你很多的負能量 很多的負面想法呢 第二個問題 如果創造到一段親密關係的話 你會有什麼好處呢 Pay off OK 我可以開始一個新的生活 其實我現在的生活 已經持續了很久了 就是相續做了十年 然後會智社做了八年 會心做了兩年半 那我覺得其實 我的Pay off 就是我可以又換一個 生活的模式 那可能真的 我前半生都沒什麼怎麼玩的 沒什麼玩 沒什麼旅行 工作是佔據了我前六十年的人生 那我覺得 我覺得我會很想 如果我有個伴侶的話 我會想周遊列國 你知道 享受人生 是的 都OK 不如想想想這件事 讓我都下訂單 做五感觀賞法去創造這件事 突然覺得很陰儀 OK 那你呢 對你來說是什麼呢 還有就是 有人陪 不用經常一個人 一個人吃飯 一個人看電影 一個人逛街 一個人裝修 一個人dance 很悶 很無聊 雖然 初初我也覺得挺清爽的 但是日子多久了 你都是 其實什麼都會悶的 還有什麼呢 就是 我跟著一起面對世界 還有有人聊天 可以 gradselling page 晚上睡覺的時候 還有什麼 我也喜歡摻摻疼疾疾疾的 我很喜歡KISS 小B小堡被我疑諾 經常抱著她 射在嘮嘮嘮嘮超有難 但些被我訓練得很淡 就是我已经放弃了猫生了 妈妈你舍就舍吧 还有什么pay off呢 我觉得社交生活会不同了 因为我有我的社交生活 另一半有另外一半的社交生活 我想我们混合了的话 因为挺好玩的 可以认识多些朋友 认识不同的人 即他那边的朋友是怎么样 我真的觉得我好像就来认识废长 补回一点点 还有什么代价你愿意付出的呢 想想当年我们刚刚会自社开读书会的时候 我就认识一位共修 他本身是一个厨师来的 然后你知道厨师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很忙 他们很早就要去街市买东西 买新鲜的肉类 或者订货要询货 预备厨房 下午就会很忙 然后三点钟落墙 可能睡几个钟后六点钟又上阵 然后六点钟就一直忙 晚上半夜三更 然后睡觉 早上又起床 所以一般做厨师的 都挺难认识伴侣的 我这位朋友怎样呢 就是他为了要结婚 他为了要找一个伴侣 他就辞了他份高薪后绩 就去了一间狮子银行的机构 就在里面去烤烤 那又怎样呢 人工少了一大折的 但因为他可以正常上班 正常下班 他就下班可以拍拖 那结果怎样呢 当然认识了他现在另一半 结了婚 而且非常幸福快乐 因为我经常在Facebook见到他们 去那里旅行 那样很高兴 而你又愿意放弃这些东西 有什么东西 你是愿意去付出的呢 会不会是你的事业心呢 我现在很幸运 因为我已经没有什么事业心的了 我现在这个年纪就是 总之做完这几年 存够钱就退休了 然后就剩下YouTube 也是这件事了 还有如果还需要做事 可能是商业教育这边 我都很有兴趣的 如果是真的有钱 都是说几千万元几亿的话 就可能连那样东西都不做了 就只是做YouTube了 好 说到这里 祝大家有情人忠诚眷属 如果大家对我们任何活动有兴趣的话 就记得WhatsAppAmanda 66348715